最新的社會消息 新北市新店 在今天發生槍擊命案 死者是一名咖啡豆貿易商 遭到了四槍 刑刑式槍決 而嫌犯疑似早就預謀犯案 他是在早上六點多 到場勘查地刑 等核心被害人送完孩子返家之後 才對他開槍 之後逃離現場 被害人倒在血迫當中 他的鄰居在第一時間 以為是中風而報案 而警消到場之後發現是槍傷 所以趕快把他送醫 最後還是毀天罰術 目前已經在追查嫌犯 那麼目前初步研判 可能是毒品糾紛才遇害 另外行凶的車輛 警方也在今天晚間在新店巡迫 穿著帽提衣身材健壯的男子 把槍藏在口袋 快步跑上車 二十二號早上八點多 在新店花園一路住宅區發生槍響 槍手發案後快閃 鎖定的對象就是剛送完 小孩上學回家的核心男子 事發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大批偵查隊劍士小組來來回回 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現場殘留四枚蛋殼 至於嫌犯行凶的車輛 已經被警方在新店一家連鎖 家居賣場的停車場裡巡貨 原警並對作案車輛進行相關採證 整起案件是發生在二十二號 早上八點嫌犯早上六點半 就來到現場勘查地形 等了兩個小時到被害人 送完孩子返家後 在樓梯口連開四槍 被害人遭行刑事槍決 脖子中槍倒地身亡 第一時間鄰居還誤以為是被害人 中風跌倒報警 死者家屬到派出所 工程先生沒有與人結怨 但警方掌握由於被害人 在六年前曾有販毒前科 雖說現在已經轉型咖啡豆貿易生意 但警方也不排除潮毒品貿易糾紛案爭敗 目前嫌犯鎖定是身穿紅藍香肩帽T 體型健壯的年輕人開車來犯案 初步排除轎車車主涉案 將持續棄拿嫌犯道安說明 華新聞綜合報導